好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本台特医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欢迎 你好 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体育传播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希蒙女士 欢迎 主持人好 刚才在短片当中也谈到了 那在8月4号 当地时间8月4号呢 巴黎奥运会的游泳项目全部赛程已经结束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中国游泳队有一个知罪 就是在参加立即奥运会当中单次奖牌数最多 并且获得了两枚金牌 成绩非常不错 但在这个知罪的另外一面呢 我们看到国际奥运会也说到 这一次中国游泳队检测这个兴奋剂的次数 也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次数 在这个罪的背后我们看到 其实在8月4号之前 美国的兴奋剂机构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个媒体 部分在针对这个中国游泳队的这种兴奋剂事件 进行这种所谓的炒作 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大赛期间也是大肆的抹黑攻击 中国游泳队的这种优异成绩 那如何来看美国这种相关机构 以及媒体的这种用心 说到这个美方的用心和居心 首先呢美国就是要把大家看到 已经有明确的定论和结果 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事情 来刻意地制造出一些嫌疑 甚至要制造出一些争论 那么说到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会看到从今年4月份开始 美国的反兴奋剂机构 以及一些西方的媒体 在炒作的这些不实报道 这些不实报道呢 涉及到的是2021年 涉及到23名中国游泳队的队员 食品被污染的事件 对于这一次的事件呢 其实早有结论 而这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呢 也对于中方的调查结果是认可的 那么在近一时期呢 一些独立的调查机构 也认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根本没有偏袒中国 但是这个时候呢 美方的这种炒作 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 我和尚老师在讨论 美方的进行炒作 几波炒作 它的时间点的选择 都非常有用意 比如说呢 涉及到这个奥运会开幕 100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涉及到这个中国游泳队的 一些关键的形成的时间点 所以显然这个时候呢 美方尽管根本没有证据 但是呢 还要刻意地制造出一种嫌疑 对于中国游泳队参赛 对于这个中方构成一定的干扰 哪怕呢 不能造成游泳队员被禁赛 那么从美方的角度来说 也能部分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另外呢 很显然我们会看到 美方在这个炒作的过程当中 是要针对中国游泳队 是要以这种嫌疑 来制造一种所谓的国家行为 也就是说呢 已经不仅仅涉及到运动员本人 还要把目标针对中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这个用心的另外一面 是要进行这种反华叙事的构建 其实说到反华叙事 我们会看到在方方面面 经济 军事等各个方面 美国都在构筑这种反华叙事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 此起彼伏的所谓中国威胁论 那么涉及到体育问题 现在美国的反华叙事 是说所谓中国违规 中国不遵守规则 那么中国破坏规则 是破坏了公平竞争等等 以这样的一系列的方式 来这个抹黑 矮化中国形象 如果能够达到目的的话 可想而知 在下一阶段 美国会采取一系列的手段 来进行跟进 那么会从其他的领域 来进行追加 在这个对中国形象 破坏的基础之上 美国认为 达到自己战略竞争的目标 可以所谓更得心应手 那么另外 我觉得还是在转移视线 尤其是针对世界反兴奋力机构 那么近期对美方的一些 这种调查 违规行动 违的这种认定 那么美国现在炒作 所谓中国违规 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 那其实受到美国的霸权 我们经常谈到一个词 长臂管辖 在外交领域 美国经常使用这样的手法 那现在似乎已经 扩展到了体育的领域 那如何来看美国来实现在 兴奋剂领域方面的 这种长臂管辖 回到兴奋剂领域的 长臂管辖 我认为美国主要是 使用了以下的几种手段 第一种手段 就是立法的手段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内 有这样的一部法律 叫做罗勤科夫反兴奋剂法 它其实是从立法的手段 以看似合法合规的方式 保证美国能够在 世界反兴奋剂工作中 去行使它这样的一种 长臂管辖权 那么我们后续有时间的话 有机会的话 可以对这个法案 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第二个手段呢 是威胁资金断供 我们知道美国作为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签约方 它有这样的一种义务 它需要每年 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缴纳大概370万美元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数额的会费 其实在2019年 也就是在东京奥运会的前夕 美国就已经以 拖欠和拒绞这个费用 相威胁来换取 娃达同意 它在娃达的核心机构里面 拥有更多的席位 那么我们看到 今年它继续拖欠了 今年它应该交的 这一笔会费 因为美国说 如果娃达不能够 按照美国的意愿 去进行改革的话 它就要继续去拖欠 以这笔资金作为要挟 那么第三种手段呢 就是在媒体上进行这样炒作 我们看到媒体的炒作 其实它也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主流媒体 比如说是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 这样的一些媒体 包括像德国ARD电视台 它会以拍纪录片的方式 作为响应 在这样的一种西方的舆论环境中 形成一种舆论的合力 来炒作我们的相关的 社兴奋剂的议题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社交媒体的层面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话题 在社交媒体的层面 取得了非常大的发酵 然后包括美国的著名游泳运动员 菲尔普斯 包括他的世界冠军利利金 包括像英国的世界冠军亚当皮蒂 他们都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很多关于 不利于中国游泳队和中国运动员的 这样的一些言论 其实他对我们的中国游泳 中国体育 包括我们具体的这样的一些 重点的运动员 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那谈到这儿 我们也来看一段 稍前发回的关于张雨菲的采访方谈 潘展乐在昨天游出这个成绩之前 他已经多次游进47秒 而且是在同一间之内 我们可以看到他稳定上升的趋势 并不是说他从47秒5 突然蹦到了46秒4 那我们可能大家都要怀疑 并且在参加巴黎奥运会之前 潘展乐与我们中国其他队友一样 不断地接受兴奋剂 各国的兴奋剂检测 具体多少次说我不得而知 但我相信他在昨天 以及入村之前这一周 都没有断过兴奋剂检测 那为什么中国运动员 游这么快的时候要被质疑 那在此之前 伟大的运动员菲尔普斯 他拿到7块金牌 8块金牌的时候 那为什么没有人敢去质疑他 莱德基运动员 从2012年到2024年 称霸了这么多年的长距离 每一届都紧拍入章 那为什么没有人去质疑莱德基呢 那接着刚才张雨菲 提出的他一些疑问 我们也看到在西方媒体报道的时候 谈到了世界反西分析机构 表示说他被卷入了 超级大国之间的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但却只能置身事外 这个话听上去 似乎逻辑上有点问题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一个表达 其实当我看到西方媒体 在炒作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时候 应该说有它的恶意 是试图把当前美国针对中国的 这种抹黑 这种不实的报道和攻击 来进行合法化 好像美国攻击中国 这是天经地义的 那如果中国让这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来这个秉持公平正义 这反而是一个非正义的做法 要营造这样的一种叙事 要给中国贴标签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其实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它的一些反应 确实反映出当前 它处在一种艰难的境地 当美国刻意的要把体育 进行这种政治化操作的时候 那么带给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 是会看到它一再地重申 一再地强调 其实中国没有违规之处 但是美国却在不断地加码施压 其实刚才尚老师也提到 应该说资金 捐款 拨款 这是美国常用的手段 那么现在涉及到 美国针对国际规则 很显然是合则器 不合则用 当相关的规则能够被美国所用 甚至对其他国家进行攻击的时候 那美国就在谈规则 那如果这些规则 不能够达到美方的目标 反而限制美方那些行动 让美国处于不利境地的时候 就要进行攻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美方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其实反映出的 仍然是霸权的思维逻辑 我们说到美国的这个长臂管辖 有几张底牌 刚才说的一方面比如说资金 另外还有就是立法 我们之前看到经济方面的 比如说对敌贸易法 以及反海外腐败法等等 那刚才其实商女士 也谈到这个问题 说这个罗勤克服反兴奋法 这样的一个法案 在美国来说 它有哪些对于整个这样一个体制当中 执行反兴奋法当中不利之处 它的虚伪点在哪 那么我们首先要解释 罗勤克服法案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法 其实这个法案是在2020年底 由时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所签署通过的 那么通俗的来解释的话 罗勤克服法案 它其实就相当于 就是美国要在世界反兴奋纪工作中 充任世界警察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谈到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呢 就是它授权美国以独立的身份 对所有在海外 有美国运动员 美国转播商和美国赞助商 所参与的这些国际赛事 去里边所涉及到的兴奋纪的事件 进行一种独立的司法审查 以及刑事指控 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 有美国运动员 美国转播商和美国的赞助商 参与的几乎是所有的 囊括了所有的这样的一种 国际的体育赛事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可以在所有的国际的体育赛事中 把它自身的法律标准 置于挖大统一的这样的一个 世界反兴奋纪条例的标准之上 所以它也就是通过 这样的一种立法的手段 来行使它的长臂管辖权 那么刚刚您也谈到 这个伤害的问题 就像刚刚苏老师说到那样 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破坏规则 我们都知道在体育比赛中 全世界的足球比赛 都要遵循同一套的游戏规则 反兴奋纪的工作也是一样的 世界反兴奋纪工作 它要确保所有的体育项目 以及体育的这样的一些机构 它要遵循同样的一个 反兴奋纪的这样的一套规则和法律 那么美国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监阅了这样的一套规则 它其实相当于既要当运动员 又要当裁判员 同时它还要对那个真正的裁判员 举红牌说你犯规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谈到一个话题 就是双标了 您刚才谈到了挖打 我们看到7号晚间 世界反兴奋纪机机构发表了声明 揭露了美国反兴奋纪机机构 多年来允许服用兴奋纪的运动员参赛 来看相关短片 当地时间8月7号晚 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 世界反兴奋纪机机构发表声明 就当天早些时候的一篇报道 作出回应 这篇报道揭露了 美国反兴奋纪机机构多年来 允许服用兴奋纪的运动员参赛 并有从未公布或未制裁 违反反兴奋纪规则的行为 这直接违反了世界反兴奋纪规则 世界反兴奋纪机构强调 国际反兴奋纪机构 从没批准过美国反兴奋纪机构 多年来允许服用兴奋纪的运动员 参赛的做法 美国九枚奥运金牌得主刘一斯 曾承认 尽管在1988年 汉城奥运会前三次检测军呈阳性 但最终还是被网开一面 雅典奥运会百米冠军 加特林两度被查出阳性 按规定应当受到终身禁赛的处罚 但美国反兴奋纪机构 却为其极力开脱 最终把禁赛期缩短为四年 同时加拿大古墓公司此前曾披露 还有大量美国运动员 申请治疗用药豁免 从而合法地使用违禁药物 今年3月26号 美国田径运动员埃里扬奈顿 兴奋纪赛外检查中 被查出成肋骨醇 群伯龙阳性 但美国反兴奋纪机构 在巴黎奥运会国内预选赛开始前 突然做出决定 不对其实施禁赛处罚 并允许他最终代表美国 参加巴黎奥运会 世界反兴奋纪机构表示 多次违规的运动员 屡次重返赛场 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 体育比赛的公平性 也危及了运动员的安全 刚才短片也例举了很多的案例 看到美国的运动员 在服用这种兴奋剂当中 滥用药物其实是劣迹斑斑 但是美国的相关机构 以反兴奋剂机构为主 是对于这件事情 刻意纵容包庇 那这样做的后果和恶果 分别会是什么 您说到了实质 说到这个反兴奋剂的问题 我们会看到美国有两副面孔 一副面孔就是美国一再地反对 要滥用药物 对于这个违规的行为 美国也是持这种反对态度的 但另外一面 却对自己的运动员 进行包庇和纵容 那么同时美国忽视自己问题的时候 还恶意地指责他人 要制造出一种有罪推定 所以经过这一系列的对比 其实我们会看到 在很多的案例当中 暴露出的是长期的问题 是深层次的问题 比如说刚才在新闻片当中 提到的刘易思 这是一个知名的运动员 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一个名为艾克森的医生 是爆出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指向的 不仅仅是刘易思滥用药物本身 指向的是美国的一系列的问题 因为艾克森医生 长期在美国奥委会 在这个药物管理局来进行工作 那么他在工作期间 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他注意到 超过100名美国的运动员 都曾经有这个 违禁服用药物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但是美国却视而不见 网开一面 对于劉易斯 包括美国奥委会的前官员 也给他写信称 为了取得成绩 为了获得优势 服药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他看到了 一系列的现象之后 会发现背后是出现了 一系列的问题 而我们说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现象 长期以来劣迹斑斑 尤其是美国的职业体育 其实是滥用药物的重灾区 利益是关键点 正是为了利益 那么很多人对于运动员的 违规的做法是视而不见 甚至为了让运动员 不被竞赛 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 而刻意地进行包庇和纵容 而同时大家观察到的是 美国攻击他国的时候 是在试图来掩饰自己的问题 那么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对于美国运动员自身 包括运动员 他的这种身体健康和安全 都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那么同样的涉及到规则公平正义的问题 美国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势力 那么我看之前的一些相关的报道 也谈到说美国自己制定了一些 反兴奋剂的标准 那这当中也牵扯到了 包括美国的职业体育联盟 和大学体育联盟等等这样的机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对内监管当中 操作的这种暗箱和对外的这种双重标准 具体有哪些案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说到美国在兴奋剂事件方面的这样双标 可谓是势力颇多 其实首先美国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兴奋剂滥用的重灾区 像刚刚苏老师其实提到过 历史上的九枚金牌的获得者 卡尔·刘易斯这样的事件 那回顾到近日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就在眼前的 巴黎奥运会的田径赛场上 就有一名这样的美国的运动员 他的名字叫做奈特 他在3月26号当时的赛外检查中 被查出成群伯龙的这样的一种阳性的结果 但是美国的反兴奋剂机构 后续判断这个结果 是由于运动员服用了受污染的 这样的一种肉质品所产生的 所以判断他取消了他竞赛的处罚 从而使运动员能够合法合规地 进入到了这样的一种奥运赛事的 这种竞技之中 那么他的双标有另外一个方面 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美国有90%的运动员 他其实是处于 WADA这样的一种监管之外的 他的我们熟知的 主要的这样的职业体育联盟 包括大学体育联盟NCAA 他其实都有自己独立的反兴奋剂 这样的规则 他是有利于WADA的监管之外的 同时呢 我们知道美国几乎所有的顶尖运动员 他们都来自于 或者是大部分来自于像NCAA这样的一种体育系统 那么当这种有利于 WADA监管之外的 这样的一些运动员 他们走向奥运赛场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说 他对奥运的一种公平性 可能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那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关注中方的呼声 看到8号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发文 强烈呼吁加大对于美国 田径运动员兴奋剂检测的频率 重塑全球运动员对于公平竞赛的信心 来看相关短片 8月8号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发文 强烈呼吁加大对美国田径运动员 兴奋剂检查频率 重塑全球运动员 对公平竞赛的信心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表示 鉴于美国田径领域根深蒂固的 种种所谓污点 以及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屡次致程序和标准于不顾 中方有理由怀疑 美国田径领域 存在系统性使用兴奋剂的问题 美国田径领域的兴奋剂阳性事件 值得持续彻查和关注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班卡强调 世界各地执法机构都曾向我表示 美国是一个销售和分销 提高成绩药物的巨大市场 此外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近期发表声明称 在东京奥运会赛前的一年中 31%的美国运动员 并未得到充分的兴奋剂检测 基于以上情况 中方强烈呼吁国际检测机构 在巴黎奥运会期间 加大对于美国田径运动员的 兴奋剂检查频率 同时强烈建议 田径诚信委员会 加强对于美国田径运动项目的 反兴奋剂监管 严防严查及运动员兴奋剂问题隐患 借此维护各国干净运动员的合法权益 重述全球运动员对公平竞赛的信心 那对于这一系列问题 中国在内这种国际社会相关的组织 还有哪些反制措施和手段 首先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 和世界声音的联动 我们也注意到 挖打近两天连续发表 相关美国的这种反兴奋剂的声明 包括IOC之前 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表态 其次呢 我们要积极地在国际舆论场中 发出我们的中国声音 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两天来 我们中国的反兴奋剂机构 其实也是在连续地发出声明 指出美国在反兴奋剂问题中 存在的自己的污点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像刚刚张雨菲那样 运动员的发声 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体育和外交要彼此看见 同时我们的反兴奋剂的专业人员 我们的法律专家 我们要在一起形成合力 对此进行反制和回应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做合影模式 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再会 观众朋友们再会